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珍爱台湾就让人民过好日子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是罗宜雪 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是 张天青的东厂事件 促转会的副主委张天青 召集一个会议 找他们的主任秘书 两位研究员 两位副研究员开会讨论 他主张要翻掉 主委先前在会议中才是的一些原则 而且也表明了要利用 促转条例里面的出购法 去对付新北市的市长候选人侯友宜 而且还洋洋得意的说 促转会已经由南厂西厂升格为东厂 这样的言论被录音爆料之后 引起整个社会哗然 一个促进转型正义的一个机构 既然他是这么不正义 究竟我们的执政党 为什么会找这样的人 来主持这个必须要非常公正的一个事物呢 其实大家并不太意外 我们前面看到不但当场委员会 他们的做法难道有比较客气吗 他们拿着这个违宪 另外搜集计网等等 这样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法律 大刀砍向国民党 不但想把国民党所有的资产都抄下来 而且还不断的扩权扩大解释 什么叫附水组组 所以像复联会 像救国团 这些跟国民党没有关系的团体 也完全不符合法律定义的团体 都被他认定为这个附水组组 接下来听说还要对中广等这些机关公司来动手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看到教育部为了把管 已经折损两位部长 现在第三位部长上任继续努力把管 这个既定的方向好像他们是十分的坚定 我们再看看违宪任用的司法院院长 他所主导的大法官会议又做些什么事 在野立委三分之一人联署所提案的 前瞻条例特别预算的申请示线案 竟然被他以一个很奇怪的理由驳回 他说连署的委员当中 有人没有参与立法院前瞻计划的表决投票 所以这个人数就要剔除 但是我们翻遍法律 不但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规定 而且跟前面示线 这些解释文的说法不一样 所以大法官会议 是不是也是在帮执政党护航 我们再看其他像 不当党场条例的申请示线案 像年金改革示线案 像其他一些对执政党不利的申请示线案 也都被拖拖拉拉放到那边没有处理 我们再看最高法院 前不久才兑现民党的一个盘决 他可以不辩论 也不发回认定事实的事实证法院 重新认定事实 自己直接就把它犯案成无罪 我们国内这么多机关团体 还有像陆委会 像外交部 他们常常就在第一时间 就附和执政党 他们的一些说法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党义的一个方向 而忽略掉他的专件 像陆委会 一听到大陆 要发台胞驻证 就很快回应说 那要撤销他们的国籍 可是这完全是很荒谬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而且非常不合常理 然后很快的又改口说 不能够不撤销户籍 但是要剥夺他一些其他的权利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各个机关 好像都变成执政党的东厂 都是在为事 都是在打击异己 更可怕的是 这些机关好像在比赛 看谁的表现更突出更优秀 更能够得到上面的 这个满意 而争取自己的 事图的顺遂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还有民主法治吗 我们的这个民主的基础 所有的政府机关 应该有的行政中立 所有应该依照法治 来进行运作的一些事项 是不是都全凭着民进党的党义 来领导 他们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的文官体系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领导之下 我们还能够有一个很稳健的运作的政府吗 我们还能够继续我们台湾人民的福祉 还能够承受我们人赢的信托吗 这真是一个大家非常用心的问题 珍爱台湾 就让人民过好日子 我是文学 我带不设觉醒